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出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赶紧跟人说一分钱都不要免费拍 主要能挂出去就行 赶快跟人说道歉 不要钱拍 不是大美现在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现在是她提出来你不能戴这个头套 shipped out 他说那个蹄袍也不能穿 不穿 丝袜也不能穿 装腿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他说你这个个头不行 咋的了 我 他没看 我有一个法宝 我有个半尺高的狗是鞋 我咔一穿上老高了 咔一走老高了 绝对够 大美 现在不是高的问题 他现在说 这个模特一定要低的 多低啊 个头不能超过一米四 这好办 拍照片一般都是造假的 我拍的时候我就这样 你知道吧 那不行 一照上升 那不行 人家这是全景 而且主要是拍腿 就要求这腿不能长 一定要短 多短啊 三十公分 三十公分 三十公分的腿啊 好 你知道三十公分多长吗 多长啊 这么长 照片我给你说 你这就不靠谱 你知道吧 不要钱 还要三十公分的腿 就我的大条腿 我还得锯腿吧 你必须锯腿 我跟你说 以后黄有黄处不靠谱的事 你不要找我 行 你再找我 我就把你腿给你锯了 你放心吧 我要再找你 你锯我腿 就不靠谱 三十公分腿 谁要我这样 回去了 地方邻居 我聪明不聪明 就我这智商 我跟你说 我太聪明了 他呀 这是在跟我装人的 知道吗 这是他现在 所有的好听的话 都是说给我肚子里孩子听的 是吧 这是拍照 肚子里的孩子 你肚子里有小帮忙了 我咋不知道呢 不可能啊 我怀孕的事 我都当告示一样 贴满小区的 我自己都知道 前两天我出国了 我昨天刚回来 那就奇怪了 你不知道就可以理解的 太好了 阿米莲 你怎么能怀孕呢 这人 因为我有老公呢 这个问题回答得太正确了 小宝宝 我是你想黄姨 你乖乖的 等你出来以后 我给你买好吃的 对 阿米莲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你宝宝 你真处在那个胎孝阶段 你知道不 你千万别让宝宝 听见别人吵架 要是遇见 爱吵架的人呢 你就离他远一点 你知道不知道 对实在离不开 你就出去六个弯 小宝宝 小宝宝 我刚才跟你爸爸 那不是吵架 那是玩耍 对 宝宝 爸爸跟华姨在闹玩呢 对对 我刚才呀 我故意挡在你爸爸车前面 我挡我挡我挡挡挡挡 对 刚才我故意见了你华姨身水 我见我见我见见见见 哎呀 还傻啊 那个就是 宝宝 哎呀 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爱好 是 你看你的老爷就喜欢锻炼身体 对 你老爷锻炼的是腿 我跟你华姨锻炼的是嘴 不是你听 红鲤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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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插不上嘴 真是嘴 我算看明白了 啊 当着孩子面啊 你表现的是太地道了 只要一背着孩子 你太不知东西了 是我胎叫胎叫 是你要教育胎儿 现在我怎么感觉是胎儿教育你呢 人权背后你得表里无一 你那毛病得改 啥也别说了 这个车位 就留给黄小黄了 赵正丁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鱼小脸 大一位行的事还是能干得出来的 你知道吗 啊 哎呀 好样的我跟你说 好 你今天你可让我对你刮目相另眼看啊 什么玩意 我跟你说 你今天你这个脸你一点都不小 你非常大 哎 啥意思你 而且你这脸上现在冒油 油 自带油彩 对 好样的 啥意思 这就对了 我跟你说 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对吧 做好事 好好发展 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待 是 就你这么干他 在不远的将来 你就能当上副经理 哎呀 说这么话我出这个关子 你想想你 我当副经理了 咋的你退休了啊 还有这么多年的 我就不能升了一级 哎呀忘了 我就一直干这副经理 忘了还有正 我就不能当个正经理 你就当正经理 这你当正经理 快经理啊 我要当正经理 不是 那个我田经理 嗯什么纸质 嗯好的 我马上去 好嘞好嘞好嘞 行你放心吧 马上到哎 快快快快 我去了啊 对了 那个这个车位是谁的 黄小黄 嗯 啊 记 hope 毅小脸 真 啊你干啥呀 你已经你炸的 曾经的业主黄小黄女士 请您验收你的车位 训练挺有素啊 受谁指使啊 招呼经理 招呼经理行 挺办事啊 挺办事 啥事我都知道了 刚才跟我说了 啥事 说你有重要的事 就是什么 什么隐私 啥隐私啊 什么反正安全 身体安全 总之这么说吧 就是你啊 后半生 要是没有这个排位的话 基本就活不了了 我后半生有这个排位 我才活不了呢 哦 车位 就是总结一句话吧 就是你需要这个车位 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是吧 严重啥呀 到他玩呢 就刚刚说我不说严重点 他能给我留车位吗 他的驴脾气一上来 什么人说话他听 不是 不是我没明白 你刚才说的那些什么 就是我 我到那是隐私 没有的事 那你的意思 我逗他玩呢 那你的意思 就是假的 你刚才明白你的意思 啥意思 在这扯犊子呢 是不是啊 怎么着 找祈祷活动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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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下板了啊 怎么在这儿专门等我呢 有 有点心里话想和你说说 那你说呗 就是我感觉在我说话的时候 如果有点温暖的光线 我们现在就更好 小四啊 这就是你说的温暖的光线呢 这也太温暖了吧 是不是贼脑啊 你再不拿开 我脸上妆都要烤花了 这就是你刚才答应我的温暖的光线呢 小太阳 威力无穷 看 看我 看我干啥呀 我看你干啥都给我烤梦了 我下边应该干啥了 隐喻 对 对 那个 小黄啊 就是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啊 用言语是无法表达了 那个 其实你在我心里 就像是一首歌 妈妈 中国里的妈妈 你的眼睛 为何失去了光纺 你上一边的 老舅啊 哎呀妈 你说你这打也不是时候啊 你先等一会儿啊 我忙呢 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 好 老舅 小四啊 这就是你的心声啊 那个 小黄啊 这个不是他的心声 那是你的心声啊 是我的灵声 你就别解释了 别解释越乱 咱这拍都过去了 不行吗 行行行 是这样 小黄 这我啥意思呢 就是用语言和歌曲 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这个感觉 都是苍白的 我为你 就是我都写下来了 你自己看吧 你自己看吧 看啊 你看 热了 热了 真是高兴了 小四啊 你要是觉得我像呢 你可以发一个微信 你没必要搞得这么大 还让人举着吧 咋的感觉肉麻呀 不好意思 你自己看